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主持人苏一欢 我们今天邀请到跟我们对谈的记者是珍怡 珍怡好 一欢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目前要来看到的是台湾 目前这两天因为这个台风的状况 其实各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淹水的情况 尤其北部地区特别严重 但其实除了台湾之外 最近这个泰国的中部也是有连日的豪雨 那他们连日豪雨造成这个河水暴涨 上游的水坝也调节性的泄洪 不过因为这样 所以导致说中下游的低洼地区 出现淹水的情况 甚至还有面滩因此泡在水中 怎么样的状况我们来看报道 鱼儿在脚边乱窜 消费者站在高度极西的水中 桌椅的下半部全泡在水里 大家一边吃面一边喂鱼 泰国中部佛同府河边的面滩 因为连日豪雨加上上游水坝泄洪 整家店淹在水中 老板凌机一动 干脆以味鱼为特色吸引顾客 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泰国中部因为上个月的风暴 带来大雨加上多个水坝泄洪 造成下游低洼地区泛滥沉灾 公路交通中断 民众只能靠船进出 政府也挨家挨户送物资给灾民 民众表示上一次淹得这么严重 是2011年的大水期间 南部的普及岛也因为连日大雨而淹水 救难人员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 其实除了泰国 菲律宾也因为泥沙台风登陆 北部的卡加沿省不只刮起12级强风 更因为洪水连日不退 民众被迫撤离家园 农业灾损也已经达到13亿新台币之多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看完亚洲的天气呢 我们再把焦点转到这个乌克兰 跟这个俄罗斯的战局了 我们发现在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被轰炸以后 其实乌俄的这个战火 非常非常的猛烈哦 在这个乌东顿巴斯呢 有两个城镇有发生这个激烈的战斗 一个叫做索莱达 一个叫做巴赫姆特 这两个地方呢 由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恩斯基呢 他就跟大家证实了说 哎 这两个地区哦 当地的乌军跟俄罗斯正在进行 相当激烈的战斗 那这其实这个乌东 这个巴赫姆特呢 他其实哦 在这个俄罗斯呢 在前进乌东地区在打仗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直都是俄罗斯的一个想要推进的一个目标 那在乌东地区呢 根据CNN的报导哦 他们是说呢 俄罗斯呢 他们有靠这个瓦格纳的佣兵哦 他其实呢 已经攻下这个巴赫姆特周边的一些这个卫星城市了 所以他这个攻势相当的猛烈哦 那目前来讲 他们又 呃 泽恩斯基又讲说 哎 其实双方的激战的又那么的激烈的话 那感觉有点不妙啦 对乌克兰这个情势来说 那我们来看一看以下的报导 举目所见 整栋大楼已经一片焦黑 空虎玻璃完全碎裂 周遭还有烧黑扭曲的卡车外壳 远方更持续传来炮火声 俄罗斯指控 乌克兰军队在周日 轰炸由他们占领的 顿内茨克市政府大楼 乌俄两军 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激烈战斗 依旧持续中 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 为俄军打下乌东小镇 乌克兰则是炮打乌俄边境城市 贝尔哥罗德 除了炸毁油库 还波及附近民宅 尽管战争还在持续 不过一连串的失利 似乎让俄罗斯总统普京 成了过街老鼠 塔吉克总统拉赫蒙 上周在独立国协峰会上 当着普京的面 抱怨俄罗斯政府和国营企业 长达七分钟 不止没有人为普京开脱 普京也选择默默挨骂 当盟友们发现 俄军不过是纸老虎 普京的命令 恐怕也没人想再听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其实先前乌克兰 他们战队啊 在这个战场上 所使用的重要通讯媒介 是由这个全球首富 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EXX所生产的新链 所提供的 不过最近就传出一个消息 说这个SPEXX 他们有致函给五角大厦 说他们接下来 恐怕没有办法继续负担 俄罗乌克兰这个新链的服务开销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人就担心说 会不会是马斯克觉得 这个费用太高了 不过其实在这个月16号的时候 马斯克就在自己的 这个推特上发文说 即使新链继续亏损 而且公司正爽拿 纳税人数十亿元 但是还是会继续免费 为乌克兰的新链提供资金 不过有些外媒就认为说 马斯克这个发言 是不是是在讽刺 又或是说 他们其实真的是要继续支援 吴军 其实大家目前也是持保留态度 觉得说 看接下来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子 对啊 因为毕竟他这两个 感觉是有点矛盾 对啊 公司跟这个美国国防部球员 但是在推特好像又搞得好像一副 我很大方 我要再继续支持乌克兰 大家都还是觉得 马斯克这个想法真是 蛮难让人捉摸的 好那讲到这个战争 其实对于全世界来讲 都是处于一个负面的状态 但是呢 如果你是卖军火的 那感觉是可以从中 赚很多 对赚一笔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波兰呢 其实他就是有跟南韩来这边 买很多的军事设备 我们看到 我们其实知道波兰 他在乌尔战争的时候 其实有提供蛮多武器给乌克兰 那但是他提供那么多武器 他自己还是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补充嘛 所以他就是跟南韩买了这些军用的设施 我们看到他买了什么呢 他买了这个180辆K2的这个主力战车 这个战车呢 大概每4秒可以发射一发炮弹 所以而且他这个造价不便宜 大概光是一辆空车的话 他大概成本价大概是850万美金 所以要买180辆 这是蛮大的一笔资金的一笔预算 好那他们除了买这个K2主力战车呢 他们还有买一个K9的自走炮 K9 15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 他们买了670门 那这个自走炮呢 他这个火箭增程弹最大的 火箭增程弹最大的射程呢 是有达到50公里左右 那这个自走炮 他其实都是韩国 他对外出口蛮重要的一个武器装备之一 那他这个最大的射程呢 每分钟大概是8发左右 那除了买这个战车跟这个自走炮之外呢 波兰也跟韩国买了飞机买了战机 他们买了48架的FA50的轻型战机 那这个轻型战机呢 他这个最高时速有达到1.5马赫 可以达到1.5马赫的速度来飞行 那他还有搭配一个高速战术通用数据链 那他这个可以让这个飞机的驾驶呢 能够很更跟这个地面部队在联系的时候呢 是比较能够缩短时间的 可以更达到效率会比较高的一点 他买了这么多的这个军用设施 他其实大概花了台币4000多亿 所以说真的韩国的这个国防工业 是已经达到一个 对达到一个标准了也是 然后赚很多之外也达到一个标准 所以说波兰才会来 跟他们买 对跟他们买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中欧跟东欧这边来看呢 捷克他们也买了24架的F35的隐形战机 瑞士呢他们也买了36架的F35A战机 他们都是跟美国来购买这个战机 为什么要来购买呢 主要就是因为说乌俄战争呢 其实他们都很担心说俄罗斯的这个 虽然说他们主要是攻打乌克兰 但是他们在周 就是在周五边 也是很担心 对会很担心说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会不会又转向攻击他们呢 所以他们也要加强他们自己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力量 那我们来看到 F35A呢他们是在这个传统的跑道上面来做起降 那F35B呢就比较不一样 他是在跑道这个这个长度呢 短一点的他也可以来做起降 其实做垂直的起降 那所以说这个是陆战队会来使用F35B 那接下来这个F35C呢 他的主翼跟垂直的尾翼面积 他们是增加了四成 那增加了这个四成呢 他这个两亿又可以折叠收纳 那又可以挂在说这个航空母舰起降的这个尾沟 所以说海军来讲的话会比较常用F35C 所以说你看这么有这个捷克啊瑞士啊欧洲这些国家 来跟美国这个洛克系的马丁公司来买这么买这些飞机 其实就让他成了一个蛮大的赢家的 没错 他们赚蛮多 但是其实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乌俄战争这边来看 其实乌克兰他们最近啊 在这个战场上 他们也是购买了一些新的武器哦 因为其实罗伦斯基他现在就有讲了 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地区打得比较辛苦嘛 那他们最近和这个美国来买了什么武器呢 其实也不是买 是美国他们来提供新的军援给乌克兰 乌克兰他们提供这个军援大概有7.25亿美元 大概是台币232亿左右 而这批军援的内容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有海马斯火箭炮弹 155公里炮弹2.3万枚 还有155公里的精准导引炮弹500枚 高速反辐射飞弹跟反战车武器哦 其实这些东西是蛮多的 对乌克兰来讲 其实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嘛 那对此这个乌克兰的总统他们也说啦 他们说乌军正进一切的努力 要来削弱俄军的能力 甚至要摧毁俄军的后勤系统 跟他们的仓库还有指挥总部 不过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乌东有些地区战争的状况 还是蛮辛苦的嘛 所以其实这个罗伦斯基他有说了 他说其实顿内兹克跟卢干斯克地区 还是非常的严峻 他们还是打得很辛苦 那最艰困的还是巴赫木特地区了 就是巴赫木特他们其实目前是离这个俄罗斯比较近嘛 所以他们就是打起来会真的反抗上比较困难啦 对尤其是乌东这边呢 本来就是有很多的亲俄的这个所谓的亲俄判军 所以说刚刚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说 这个巴赫木特这边呢 其实俄罗斯已经就是有攻陷了他旁边几个 一个比较周边地区都被攻陷了 所以说乌克兰总统是非常担心这一块的 没有错 那其实就是俄罗斯他们最近跟乌克兰的战争 看起来乌克兰其实最近是频频告捷嘛 但是其实乌克兰的总统 他们也有释出一点善意 他们说只要俄罗斯的军队 他们来器械投降 我们就可以保住你的性命 那对此有一些专家分析说 其实开战到现在啊 俄罗斯他们已经损失了 差不多6000个军备 那俄罗斯的军营物资 目前也是严重匮乏的 怎么样子我们来看报道 乌军隔着一段距离 喊叫确认身份 原来是几名俄军器械投降 几名俄军双手抱头趴在地上 只是在乌南尼古拉耶夫 还发现有军官乔装成士兵 一同向乌军举白旗 不止乌克兰总统 泽洛斯基喊话 地方军官也陆续释出影片 呼吁俄罗斯官兵还是赶快投降 即使巴克姆特等乌东地区 战略惨况 但整体来说 乌军反攻气势高昂 即便轰炸声就在不远处 乌克兰军队在北部 切尔尼格夫继续向前推进 南部战线 乌军也矛起来训练 打击空中俄国的无人机目标 在西方制裁下 俄国很难在进口晶片 和零件制造军物 专家估计俄军最多 只能再撑两到三个月 就连俄军营地还被士兵拍下 环境有多恶劣 物资也十分缺乏 分析指出普京没有从部下 得到真实资讯 造成不少糟糕决策 周五的独立国协峰会 外媒报道 普京甚至遭到盟友 塔吉克总统当面数落 长达七分钟 已让普京和俄罗斯 颜面尽失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就是各个网友最喜欢的话题 就是Google Trends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Trends今天的热搜话题 有什么呢 好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 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学贷 学贷的这个开始要来申请了 学贷减免开始申请了 所以关于钱的事情呢 你知道大家都会 大家都很关心 对大家都很关心 那主要就是说 其实美国在八月中的时候呢 总统拜登他就有宣布一项这个行政命令 他就说 全美有4300万的这个 申请这个联邦学贷的这个学子们 毕业生们 只要呢 你们的这个年收入是低于 大概台币381万左右 你就可以减免大概最高 台币大概61万的学贷债务 蛮多的 对蛮多的 那很多大概有2000万的 左右的这个学生呢 他们的贷款 其实就是可以一笔勾销了 那还蛮好的 对所以说这个政策一出的话 其实那时候很多的这个共和党的人 就批评说 你这个根本就是政策买票啊 因为快要选举了 你就在那边就是搞这一套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很多人是想说 其实很多弱势的家庭 他们就是靠念书来争取 看能不能翻身的机会嘛 那有些人搞 因为学贷搞得好像你一毕业 就是变成你就是要去还钱 背很多的债 就是成为这个学贷奴隶 所以他们有一部分是赞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批评就是说 你这个去借钱念书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你怎么可以叫全民的纳税 帮你买单 对纳税人钱帮你买单 那主要为什么会登上热搜 主要是因为说 他们这个学贷这个减免的网站的测试版呢 是在这个15号开始上线了 那虽然说是这个网站是测试版 但是你整个申请其实都是正式的在run 在跑 对在run 那所以说蛮多的人就开始想说 我是不是要来做申请等等 这个因此登上了这个美国的热搜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英国的热搜关键字是 李兹火锦 其实就是因为在英国中部的这个城市李兹 他们在当地时间15日晚间的时候 市中心移动这个建筑物窜出火蛇 那当时候这个火警开始发生了之后 附近的民众就听到很多的爆炸声响 甚至还说闻到很浓的塑胶味 担心说会不会就是火势会继续延烧 蛮严重的 因此这个消防队他们赶底现场之后 就先行疏散附近的住户 因为其实那边算是市中心嘛 人蛮多的 加上当时候刚好当地有举办这个音乐节的活动 人更多了 人更多 那其实当地人就一度很紧张 因为这个火势其实一时间没有办法马上扑灭嘛 那好在就是警察他们到场了之后 紧急疏散 短时间内就控制扑灭了 那大家也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跟踩损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热搜的关键字来到日本 日本他们的热搜关键字是日本系列赛 那主要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欧力士队 他们之前是以3比2击败了福冈的软银音 要跟中央联盟的杨乐多来争夺日本第一 因为他们日本的这个职棒跟美国有点相 他们也是分两个联盟 一个叫是中央联盟 然后一个是太平洋联盟 那这个欧力士他是属于太平洋联盟 他就打赢了这个福冈 要来跟杨乐多是属于中央联盟来比拼 那他们其实呢去年的话也是这两队来争夺这个冠军的头衔 所以说大家都还蛮关注的 他这场比赛呢 这个日本系列赛呢 他是从10月22号礼拜六开始打 那总共就是7战4胜来取得冠军 1267战是在这个杨乐多在东京的主场 那这个345战呢是在欧力士在大阪的主场来举行 那大家在关心说 其实这两队的这个总教练 他们其实都有带领过球队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 那再加上之前又是世仇的感觉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周末的比赛 蛮多的这个球迷还有这个日本的民众都很关心 那其实相关的体育话题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吗 因为接下来看到这个南韩的热搜关键字 也是跟体育相关的就是这个马约卡 马约卡他其实是这个一个球队 他们是最近在打这个西甲足球联赛 在南韩当地时间15日的晚上举行 那马约卡球队对上这个赛维利亚球队 那其中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马约卡球队里面 他们的这个足球天才李康仁 那他其实 韩国人对不对 对 他其实一直以来表现都相当不错 才被大家称为足球天才嘛 但其实当天这场赛事的时候 他在下半场担任首发 但他上场67分钟都一直没有得分 大家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足球天才今天状况不佳 对对对 手感没上来 对 那其实到后来差不多22分钟左右的时候 他就被他的教练换下场了 然后一直到最后这整场比赛比完了之后 马约卡就输了 他们就输给了这个赛维利亚 以林比英输给赛维利亚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热搜关键字来到香港 香港他们关心的是习近平 因为这个16号刚结束 对 中共二十大结束 那他提到这个香港跟台湾的部分 蛮受到关注的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 爱国者治港原则 然后要游乱导致一个重大的转折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香港民主派 听到这句话应该是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跟 对但是也无法 对 那讲到台湾的话呢 他其实还是讲到说 他不承诺要放弃武力攻台 然后他还是一直强调说 要坚持一国两制 然后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要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就是这种话 强硬的话还蛮多的 其实他们演讲一出的话还蛮多 在香港跟台湾都很关注 这个习近平讲的话这样子 所以因此登上了热搜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台湾 台湾热搜关键字是塔吉克 那塔吉克其实就是跟刚刚讲到的 这个乌俄战争有点关系了 主要就是刚刚提到说俄罗斯他们最近在战场上频频失利嘛 那也让总统普钦他的这个微信进食 就是开始有点没有面子了 那他们根据外媒报道 最近这个总统普钦他跟这个塔吉克共和国的总统 拉赫蒙参加一场这个独立国协的高峰会 那在这个高峰会上面的时候 塔吉克的总统他当面指责了普钦长达七分钟 让普钦你看他照片整张脸就是跟苦瓜一样 当时候这个他们的总统就说 他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被尊重 他甚至还指责普钦说 你已经犯下和当年导致苏联解体相同的错误了 也就是一直说他们这场乌俄战争可能搞到最后 俄罗斯真的会很惨啦 就是不会很好这样子 那当时场面很尴尬 全部都被外媒拍下来了 那普钦啊他当场就是 也什么话都没有讲 就这样被骂了七分钟 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当着 因为在独立国协高峰会嘛 所以其实很多其他国家也都在 领袖也在 对那他就觉得说 真的是有够难看 因此登上了这个热搜话题 好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关心的是这个体育相关的话题 就是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在澳洲比 那由这个林木车队的这个选手 李斯意外夺冠 怎么说是意外夺冠呢 因为之前的这个衛冕者 是法国的一位车手叫做夸特拉罗 那他其实本来大家都很看好他嘛 但是没有想到呢 他这个在这个第四个弯道的时候 他一直不小心失误 他有就是落后到22名 就完全就是追不上去了 不用比了这样子 那让这个冠军呢 是这个拱手让人啦 那让这个从 让这个排名第十发车的这个李斯呢 以40分50.6540秒呢领先这个第二名这个本田的车手 他们其实才他才领先0.186秒 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个差距 其实很近耶 对非常非常的近喔 那另外一个呢 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夸特拉罗 他失去了这一场比赛的冠军 但是因为他之前的表现实在太好了 他的积分很高 所以说他这一次的 虽然说在这场比赛没有夺到冠军 但是他以全部的积分来比的话呢 他还是有到第二 哦 对 那还是很多耶 对 还是蛮厉害的啦 这场比赛呢 因为蛮多 因为新加坡人对于赛车 就是F1赛车啊 或是这种摩托车赛 对很关注 所以因此登上了热搜 好 那我们看完Google Trans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 还是乌俄战争了 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这个 克里尼亚大桥被炸了之后 后续引发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讨论呢 是不是说真的核战要再次开打 真的是这样子吗 呃 有可能 嗯 就是我们不可以说不可 就是完全不会发 对 不能说死这样子 那一切的一切就是要从 我们讲到那个克里尼亚大桥被炸以后啦 那被炸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俄罗斯的内部 就有很多的这个声浪 是要就是说要求普京说 哎你要这个要发动这个战术性的核武来对乌克兰进行报复 你不可以就让他这样子就过去了 就是这样批评来讲没有用啊 你会骂他说什么 你是恐怖主义啊 又怎么样呢 你要做些实质的作为才可以这样子 那普钦呢 他是有发表言论 他是想说呢 哎 你们这个西方国家 在这个反俄的这个政策中呢 你们已经越过了所有的界限了 你们西方国家对我们俄罗斯采取核勒索 这个核勒索讲实在话 也不知道是谁在勒索谁 因为俄罗斯一直在说 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在勒索俄罗斯 但是相反的西方国家也是说 你们俄罗斯才在一直用核武来勒索其他的国家 所以谁在勒索谁呢 不晓得 那他呢还讲说呢 哦这个你们用这个使用这个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哦 小心我们俄罗斯在某些的这个装备上面 其实是领先你们外国的军事设备哦 小心风向可能会转向你们 所以在各种威胁的方法 对要这个互相嗆一下一下 那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呢 他是讲到说他比较保守一点 他讲说莫斯科不允许爆发核战 那他是致力于这个五个核大国领袖这个声明 他说必须要防止有核国家间的这个武装冲突 他讲了这些话以后 但是他又讲说 其实啊我们俄罗斯啊 有个这个国家核威慑政策 如果说呢在这个面临啊 什么我们武器啊 什么被侵略啊 国家生存受到威胁下呢 我们还是有可能会使用核武 你知道他们就是讲话这样模拟 两可让外界要就是还是要感觉是要提防 俄罗斯的这个有可能会发动的核武的可能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有哪几个国家其实是有核武的 我们看到其实最多最多的是俄罗斯 快要6000个这个核弹头 那第二名的话呢其实是北约加起来 对北约加起来的话 其实美国是第二也是5000多枚 对紧追在俄罗斯后面 那接下来呢是法国还有英国都是快 法国快要300那英国是200多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中国啦 然后350接下来巴基斯坦 印度以色列跟最少的北韩 所以说这个感觉起来的话 其实俄罗斯真的有这个 他们是跟你 确实有这个筹码可以跟你讲这些 对跟你大小声的啦 那其实一个核弹 他们释放出来的这个能量 有100万吨党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其实这9个国家 大概都是拥有核武嘛 但是呢不是每个国家都签了 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所以有只有大概说 只有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 191个国家 他们签了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那有哪几个国家没有签呢 第一个就是印度啦 接下来是以色列 然后还有巴基斯坦 那以色列他是完全都不 他都没有正式承认说 他是这个核计划国 所以他就是走一个 他自己的路 对走自己的路 他就是完全不鸟这个东西就对了 好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核武的这个杀伤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一个这个破坏性 其实要看他你这个放下去的时候的 对比如说你这个弹头的大小啦 或者是说你离地面多高的时候引爆 还有说看当地的环境来决定说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破坏性跟灾害 一个就是可能会产生火球 那你可能房屋啊物体的这个生命 等等会被摧毁 或者是他可能会有这个爆炸的冲击波 那可能会造成人员死伤房屋的损坏 那还有就是他会产生辐射 会损害人体的细胞 导致人类呢会产生这个放射性的疾病 接下来还有这个电磁的这个脉冲 会引爆数公里外的这个电子设备 还有说放射性的这个坠层哦 这个坠层呢落地的尘埃啊碎片等等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疾病 所以核子武器真的是蛮非常非常的可怕 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核武它其实又有分两种 有分所谓的战术性核武跟战略性核武 那战术性核武呢 它的其实爆炸的威力是比较小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呢是攻击 比如说这个敌人的基地 然后是机场港口或是大型部队的车辆集结处 那他们这个爆炸的可能可能会用到的这个武器呢 是传统重力的炸弹 然后或是精灵炸弹巡弋炸弹中短程的飞弹 流炮弹鱼雷等等 那它可以依照呢这个目标的特性 还有战术的需求来调整这个爆炸的威力 它是比较小的哦 但是如果说你是战略性的核武的话 哇它这个主要是在攻打敌人后方的东西 这边是战术性核武是攻打敌人 比如说攻打基地 可是战略性的话 你看它是攻打敌人后方的城市 就是会攻击到民众的 对 那比如说像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啊 车站啊等等之类的 还有这个炼油厂 还有高震质经济价值目标 比如说呃晶片台积电的工厂等等之类的 那它可能会使用的是这个射程呢 超过5500公里的这个飞弹哦 像是这个陆基的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前射的洲际弹道飞弹 或者是大型的轰炸机等等 其实像这个二战的时候 呃美国那时候在日本广岛跟长崎投下的这个原子弹 都是这种战略性的 对战略性的这个核武 所以是蛮多的呃因为乌俄战争哦 让这个大家开始对于核武的这个讨论 又开始多了起来 那我们也有访问到呢 政大外交系的副教授黄奎博黄副教授 来替我们解析 俄罗斯到底有没有可能发动核战 在核武国家之间 这个核武的使用一直是选择之一 只是在历史上面 我们还没有看到 核武国家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 他会使用核武 对付另外一个 不管是有核武或者没有核武的国家 所以我们只能说 从几率上而言 还有从最坏情境的判断而言 俄罗斯当然可能会使用核子武器攻击乌克兰 只是说 这样的几率从二次大战之后 我们可以想想 从1945年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快要80年了 都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发生呢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可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就是俄罗斯 他在乌东地区的这些军事的态势 还没有那么的均于劣势 虽然说这个乌克兰政府 拿回了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乌克兰的总面积有60多万平方公里 那这个乌东其实也被拿去了很多的领土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是乌克兰暂时占了上风 可是整体而言 大部分的领土还在俄罗斯控制之内 所以我大胆地判断 目前俄罗斯使用核子武器的这种念头 几乎趋近于零 但是未来也就是说第一点 如果在乌东的战事 对俄罗斯真的是极度的不利 第二点 如果美国介入乌克兰 这个冲突的局势更加的直接 更加明显的时候 譬如说乌克兰突然被同意 可以准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了 像这些情况之下 我觉得核武的使用 才真正应该要被拿出来认真的讨论 核子国家之间相互的战争 就这样讲吧 二次大战之后应该是还没有发生过 那么会不会美国跟北约因此 而对俄罗斯施加了更高一阶的报复 甚至牵扯到核子战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几率永远不可能是零 但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小 而且如果真的很不幸 进入到美国跟北约 可能要动用核子武器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应该是所谓的有限度的使用核武 也就是所谓这个区域型的战术核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使用之后 包括像美国在欧洲的一些核武的储藏点 可能会被俄罗斯的火箭或者导弹所摧毁 那俄罗斯它境内的一些核武设施 可能也会被摧毁 但是这只是表面上 更进一步想 当然就是变成欧洲一定有一些这种核辐射的污染 还有一些民生工业能源等等供应的断绝 那这些都是其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及时把它再补救回来修复回来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了核武国家之间从来没有使用核武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使用下去的话 它的影响太大 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相互保证毁灭 相互保证毁灭呢 英文叫做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正好简写是这个mad 正好就是英文疯狂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很疯狂的主意 但是谁说疯狂的主意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呢 所以我只能说俄罗斯跟美国现在他们的相互的这个喊话 看起来疤狠的是俄罗斯这一边 美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是希望能够把局势拉在可控 不要升级到可能的核武对峙上面 好我们看完乌俄战争这么沉重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些比较轻松的 轻松的就是这个智力的复活岛 魔爱石像你以前去过吗 没有去过只有在美式大卖场看过在卖 你说那种超大型的放在门口的那种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魔爱石像 就是我会买他们一些各种 它的装置艺术或者是它的小物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 有疗愈的感觉吗 对我觉得很好很可爱 但是因为智力复活岛真的太远了 就是而且加上最近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出国 想上去也不能去 不过前阵子这个智力复活岛魔爱石像 他们因为有森林火灾 所以一度有停止开放 一直到最近就是今年的8月的时候 他才重新开放 但是他们重新开放了之后 最近又发生了火警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我们来看到根据外媒报道 这个复活岛上 他们原本有这个800多座的魔爱石像 有半数都其实是在这个 拉诺拉拉库的火山口附近的 不过他们最近发生了火灾之后 燃烧大概104英亩的土地 导致说有20%的石像都受损了 那他的结构也因此出现一些裂痕有损坏 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个市长他就有提到了 他说你们会引起这个森林火灾 就是因为你们当地养牛养马这些民众 他们经常焚烧草地 所以才会导致火警发生 加上他批评这个智力政府 他说你们都没有在做这个资源 在做防灾 然后当时候火灾发生的时候强救也不利 才会导致说这么多魔爱石像 在火灾发生的当下 就这样子被烧坏掉了 没有及时的制止 让这个火势变小 没错所以他就很生气 甚至呢现在大家就讲说 那20%的石像受损了之后 有没有可能去做修补 当地的官员就有提到了 他说其实这些石像啊 很可能会是永久回损 因为刚刚说了 他有一些结构性的损害嘛 那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做修补 因为其实这个石像真的已经很久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修补之后 他可能就真的加上 因为那个石像都放在沿海地区 或者是一些空旷的地方 每天也是这样子风吹日晒 所以他有一些还会因此倒塌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你今天被烧坏掉 就是真的就坏了 真的就都没有了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魔爱的石像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跟这么大的喜欢呢 我们说了就是刚刚他讲到说他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关了大概两年左右嘛 所以大概是有868天这么多 那他在今年的1月 今年的8月1号重新开放了之后 当时候首批来这个智利复活岛游客就有大概230人 表示说其实这个魔爱真的很受大家的欢迎嘛 那其实我们从复活岛来看 当时候这个岛为什么会被大家发现呢 其实据传是在1722年的时候 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探险家他们当时率舰队 靠近这座小岛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这个小岛还蛮蛮可爱 蛮漂亮的小精致这样 然后加上当天他们发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复活节 所以就用这个名称来为他取名了 那当地的岛民呢 他们大多都是说这个拉帕努伊语 那拉帕努伊语他们其实也是这个玻利尼亚语的一种方言 因此呢 后面就有人来推断说 当地的人他们其实也是玻利尼亚人的一族啦 那根据考古学家指出 这些玻利尼亚人一族的这些当地的岛民 他们是在大概公元10世纪到16、17世纪的时候呢 开始来铸造这些魔爱的石像 那他说全盛时期整座岛有900尊石像这么多 等于说你可能因为他其实岛也不大 你就走到哪都可以看到这些石像就对了 那其实当地的军民他们为什么会铸造这些石像呢 他们其实当时有讲到了 他们说这些石像刻的啊都是他们的祖先 因为你认真看其实这个石像是人的脸嘛 人的脸 所以他们说他们这些石像刻都他们祖先 就是在祖先过世了之后要保存他的力量 因此将他们埋葬在这个祭祀平台 并且安放在魔爱石像上 然后像我刚刚讲的 就放在一些种沿海地区 或是一些比较空空的地方 像在看顾着大家这样 然后岛上的军民也觉得这样比较心安 然后有他们的保护这样子 不过像我说的就是因为这些地方 他常年这样风吹日晒雨淋啊 有一些石像就有回损 加上就是这几年来 他们致力了一些政权更迭 那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个石像 比较不是这么的喜欢 因此一度有一些石像在这几年下来 有被推倒人为的破坏啦 这么没平 对就直接就把石像破坏掉 因为不是每个都这么大嘛 而且比较小的可能就好破坏 那人为的这些破坏了之后呢 所以他们其实全剩11900尊 但到后来就剩800尊 又火灾又消灭掉大概20% 其实现在真的是跟以前比起来 又变很少了 但是有一些考古学家 他们也有协助修复 所以其实目前这个石像的状况 还算是OK的 不过其实他们现在是被列为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嘛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这个智利政府他们 也一直想要把这些石像 想说可不可以 运一些到博物馆里面来 让可能智利这边的人 就是没有到富国岛去 但是智利这边的人也可以来看 或者来智利旅游的游客也可以来看 先前就曾经有过 在这个1870年代的时候 智利的海军呢 他们就有将一座魔外的石像 搬移到智利的首都圣地雅各 那他搬到首都去了之后 其实智利复活岛里面的人 其实就不太开心 然后加上一些文化学者 他们也觉得你不可以这样 擅自的移动这些石像嘛 一直到150年后 也就是今年的2月初左右的时候 他们终于说把这针石像 要重新移回这个复活岛了 还给当地人 对 但是这个石像刚刚讲到 很重 然后很大 你又怎么移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当时候 他是先从这个卡车 把这针石像呢 载到这个智利的港口 这个重量大概有715公斤 这么重 那先载到港口了之后呢 再用这个军舰 一路这样送送送送送送 搭了5天的船 才送到复活岛回去 对 但是因为送回复活岛了之后 其实他当初被从智利当地移到 从复活岛当地移到智利的城市之后 对 其实他就是已经 既然你现在已经150年 你也不知道他当时候 确切的安放位置是在哪边吗 所以这是重新移回去了之后 他们就把它放在这个 人类学的博物馆里面 那对此这个智利的文化部长也说 他说这是摩埃石像 第一次从南美大陆返回岛上 别具意义 因此这些岛民啊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就在这个历史博物馆 标一些传统的舞蹈来欢迎 也是有保佑祖先石像 跟保佑大家平安的意思 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毕竟石像又回来了 对 因为你复活岛就是摩埃石像为主了嘛 那你把石像移走了 就一点都没有那个意义在了 对啊 没错 没有错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plus 谈全球目前的这个节目 就到这边一段落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